好,我們這星期又和大家見面 今次請到曾博士跟我們繼續討論 這次內容有少許不同 曾博士,你研究後有些新的看法 你跟各位說說 上次說過,這本瑜似正典主要是證明廣東話是雅然,不是俗語 與此同時,本字典所收的例子 同時可以作為一種地方治 即是記錄香港的風土人情,本地的風俗 例如襯虛這個名詞,說香港襯虛的歷史 香港真的有虛 聯和虛,石湖虛,深水埗,午夜虛 香港真的有虛 又或者說警察的來源 其實在很多名稱小說都有用 警察的意思 都是雅然來的 當然警察就有些貶義 警察就混合了港府話和香港話 一個男人就叫老了 現在最流行的名詞就是黑警 中國在解放之後有很多黑人 其中一種叫黑哨 即是求證收錢 就吹偏方某一磅 那麼多公正 收到黑錢 對,就是黑哨 沒錯 黑警有黑的光明正大的意思 沒錯 當年五幾年 在立法稿時,周石蓮作時 用了這個字叫黑社會 是 自從用黑社會 就將這個三合會 Tri-Hack Society 就給了一個貶持 就是做一些黑色的勾當 沒錯 但如果是三合會 或者是洪門 原理上 是沒有貶義的 反清復命的組織 反清復命的組織 當時不是收規的 不是打打殺殺 是一種 孫中山也是洪門的 是一種革命的地下組織 而且這本書所收的例子 也有很多 50年代、60年代的粵語片的例子 或者是一些 最近的港產片的例子 也有些由晚清 到60年代的粵劇 或者是粵語小說 戲曲 或者粵歐 這些都是記錄粵語文化 以及本土文化的 另外有 講到港產片 譬如 裡面有 那粵詞這個詞 都是古語 是嗎? 那粵也是嗎? 那粵也是 不同的寫法 不同寫法 應該是草花頭三塊石 那粵 粵是草花頭下面移斜的斜 這個粵是草花頭三塊石 沒錯 這個詞其實就在周星馳的《食神》的電影裏面 有介紹什麼叫那粵麵 這些都是香港本土食物 裡面有什麼配料 這本書的例子又有記錄 這些都是香港文化之一 那粵是一個很文雅的名詞 即是污漆勒撻撻撻 但是普通話就說不到那粵了 就要安裝了 是嗎? 烏味也不算是那粵 安裝又是那粵 沒錯,勒撻其實都是古語來的 是嗎?勒撻撻? 有沒有板可以寫 這個寫不到 就是好像是撐旋邊 然後好像那個勒字 沒有了月字的勒字 寫在這裏 寫在這裏 那個位置是辣 我沒有帶這個板過來 因為在加拿大我有一個黑白板 這個辣 這個就是變了音 然後辣就變成了辣 辣 辣就是那個好像天塔下來的 然後轉了搶旋邊 辣塔也是古語來的 辣閘也是古語來的 辣辣閘閘 辣閘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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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例子的 如果是辣閘的話 其實是拉閘 拉閘 這個都是古語來的 拉就是拖拉的拉 閘就是閘子的閘 這些都是古語來的 也不是俗语 本来有一种语文 有读音和字的语 我小时候经常用这个举例 当时经常说男女仇,仇不亲 仇就是剔手哪个仇 即是传授的仇 那个仇是接受的仇 男女仇不亲就是男女性 在古时连传递知识 连传递技术 接受知识 都不准 仇仇不亲 这个是很古老的文字 现在我们广府有一句说话 我不受你玩 我不受你玩 我小时候经常被同班和书友说 我不受你玩 他不会说我不和你玩 我不受你玩 就是这个仇 没错 受受不亲 受受不亲 几古牙 我不受你玩 就说得几古牙 但是这些人当作是港府话 当作是俗话 所以我们要重复很多次 就是港府的话其实不是俗语来的 是雅然 雅然 什么呢 雅然要说一说 比较少许多一点 因为我惊着 香港的中学生 开始 老师不说这些 对 好像 比如说 广东人说 他疯了 他疯了 其实疯了 就是雅个风 他疯了 他疯了 好像所谓书缅语 白话文 要写他疯了 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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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疯了 其实疯了是雅个风 这些好像李湘印都有用 疯了 他疯了 雅然 他讲过雅然这个名词 说春秋战国的时候 因为七国禁乱 我们说七禁乱 其实不止一国 很多诸佑国 因为他的风地 很格涉 中间可能隔着一个山 隔几个山 蟲蟲山 或者水 就变成交通不方便 各有各的地方的语言产生 有多国语言 多国语言 但是 那么多国需要交通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语言 共通 这个就是雅然 没错 以前真正是 令各个地方 中原各个地方 可以互相沟通 其实不一定是口头语 而是书面的文言 文言文 就算大家不懂得说对方的画 可以用手写 用手写 那就是雅然 或者大家读一首唐诗 来困一下 渐渐就可以掌握到对方的画 尤其是春秋战的时候 这个雅然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种知识分子 就是读过书的人就实识了 他用来周游列国 这个白子 见梁慧王 孟子也不一定会说梁慧的画 到时候一定要说艾燕 好像我们去日本 基本上是不懂甲文 就是写汉字 写汉字是一样的 以前康有为 维生运动上京见江水王 其实江水王听不明白 康有为的广东式 南海式的官话 可能还需要我 后来江水王听不明白 你也是写的 写出来 写出来大家明白 因为北京人 即使是满洲人 他是说北京话 京片字 现在的普通话 其实就是当时的北京城里 东部的说话 是的 刚才说的丁字 比如1956年 有一部语语长片 叫做《诈丁立福》 对 蔣伟光导演 有新马仔 白露鸣 李小龙主演 李小龙当时 演过年轻 十多岁的年轻 在电影里 竟然是新马仔欺骗李小龙的 李小龙竟然没有新马仔欺骗到 欺字又有很多故事 李小龙自己好打 新马仔好像八十多磅 不够打 竟然在电影里欺骗李小龙 好看的 里面有一首曲是这样的 他说 你仁美艳势上小见 我意情如亢 为你颠 为你颠 颠得 颠得 照照与梅相见 這首情歌是新馬仔唱給白露鳴 新馬仔扮小孩,扮個可憐孤兒 讓白露鳴收養他,乘機追求白露鳴 胡鋒,白露鳴未婚夫看穿新馬仔扮小孩 所以眼火爆 很可憐 廣庫話有一個很深遠的文化背景 我接下來會推出一個網站 叫Dr. Cantonese 就是用英文來教廣東話給一些海外華人 即是ABC,或是一些海外港橋或華僑的後裔 譬如他們想學廣東話尋根 用英文來的意義,翻譯得很準確 或是給一些對廣東話有興趣的西人 譬如這首歌,為了方便西人或是ABC知道癲字的意思 我將它譯成英文 Oh beautiful, you are so rare I am crazy, mad for you, mad for you How can I, how can I see you everyday Oh, you are mad for you, mad for you 不是crazy 兩個都可以,熱情如狂 不過這裏是意義 可以調教熱情,passion 癲就是mad,狂也是crazy 沒錯 這個你說得很對 以前戰前,不叫思覺失調 現在就叫思覺失調 再之前就叫神經病 再之前就叫神經病 再之前就叫癲狂病 混入癲狂院 醫院青山就叫癲狂院 沒錯 現在就覺得癲狂這個字很貶 貶義得很重要 所以就不用了癲狂這兩字 就用了精神 精神病都不能夠講足 很多種 譬如其中一種就是思覺失調 所以就將它轉化軟性 其實呢 其實呢 古時就是癲狂 中國很早已經有了 有些燥狂抑鬱症 是 manic depressive illness 現在就因為是政治正確 又怕著呢 叫做歧視了生病的人 所以呢 講的名稱準備 是更改了 但是呢 在我來說 很多時候呢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思覺失調 我真的出了 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是思覺失調的含意 我是不是馬上理解的 可能他就是秘惠 令人不會馬上理解 目的就是這樣 再舉些例子 譬如 其實胡文心寫過很多粵語長片的詞 很多廣東歌 或者香港舊派粵語流行曲的詞 胡文心大約是活躍於五十年代 至六十年代初 是一個填詞人 很有了道 很多時候他會吸納了西方元素 又將香港的語語流行曲 帶到另一個境界 譬如呢 有一套語語長片叫《兩傻》 《答錯線》 《答錯線》 也是蔡威剛導演的 《答錯線》 也是《新馬仔》 和鄧忌晨主演的 那時候是流行《兩傻》 現在看看語語長片也有的 《兩傻》 可能有些是流行西片的 譬如 《兩傻》有一套 就是流行哪個 《馬麗聯盟路》 《心麗契學》 《熱情如火》 《奧迪曼圖》 《職林盟路》 《冬尼靠體師》 《冬尼靠體師》 我記得我們教學喜劇 《接近》 必要看這套 《比利懷德》 有很多西方影評人 認為這套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喜劇 《森麗契學》 《十里合》 《比利懷德》 沒錯 裡面兩傻 《羅魯哈地》 一個投射形象 再加上《職林盟》 和《Tony Curtis》的造型 他們兩個扮女人 進入歌舞團 鄧基陳和《辛巴仔》 有一套電影 簡直是翻版的 但我想他們沒有給版權稅 他們兩個扮女人 進入歌舞團 追求女生 本來是避開一些惡人 乘機追求女生 但這個又成為了一個經典 這裡又翻開一些說的喜劇經典 其中有一種叫Snapistic 就是滑硬滑稽 滑稽有一招十四十零 就是叫做扮女人 哦,扮女人一定搞笑 一定搞笑 但很有趣 如果是女人扮男人 未必搞笑 任健輝套套片扮男人 每個人都知道是男人 我小時候以為他真的是男人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扮女人扮男人 但沒那麼搞笑 但男扮女必定搞笑 一種Snapstick 這種硬滑稽 差不多 中文譯作是硬滑稽 鄧忌晨扮女人特別好笑 是啊,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是特別好笑的 這個是心理問題 將來我慢慢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為什麼扮女人會特別好笑 剛才說的答錯線那一套 有新馬仔、興姐羅艷興 還有鄧忌晨 裡面有首曲是兩傻規玉 他們兩個去看人洗澡 他那首歌是調記的 《Leafingston》的《Buttons and Bows》 以前的《Buttons and Bows》 《Buttons and Bows》 《Buttons and Bows》 《皮軟滑、皮靚肉、靚面霧打砸》 是啊,挺過癮的 我不知道他們的首歌有沒有給版權稅 沒有啦 哪有 這個例子 本語詞證典也有收 例子 例如《靚》字 原本是讀《靜》的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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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吞》的《靜》 《靜》 《靜》的《靜》 《靜》本來是讀《靜》的《靜》 但這個《靜》字沒有普通話的 有 它是美麗的 它的《靜》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普通話都是讀《靜》 《靜》 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 我有一位學生的名字都有《靜》字 有個《靜》 我們以前的粵語氣曲 在班裡有很多個《靜》 《靜》而《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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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個《靜》字 《靜》 代表這個人是青春 和貌美 以及有一種 《Krisma》 《Krisma》是中文入不了 《魅力》 對 吸引住你的 《靜》就是這樣 現在日常生活都說,茶樓叫阿菇沖茶,你也不要叫阿菇 你說,美女,沖茶阿菇,美女趕快和你沖,如果你說阿菇,理你也傻,等十年也沖不到 我會叫阿菇,阿菇就好一點,阿菇就兩分鐘後到,你說,美女,沖茶馬上到 OK,可能,他誤會了是叫別人,不會 每個人現在都覺得自己漂亮,大家也會覺得旁邊的漂亮 就算你叫美女,幾十個人認你 要嘗試一下,麵舞打閘呢? 打閘的閘字,其實只是摺字,但它變了陰 即是摺子的摺 這一個字,廣東話很有趣,我經常說這個字 但很可惜,不是很多人支持,所以跟你對一對 這一個字,就是石字 現在人們說我石字,即是我石你一口,Kiss 我石你一口,就用金字編,金銀銅鐵石的石 那當然不通的 我想清楚,是沒有不通的 怎能夠我石你一口,金銀銅鐵石的石字呢? 這個是不通的,在文字解不了的 我所知,這個石就是連色的色字 沒錯,阿丑官說得對 真的嗎? 噢,糟糕了,我真的跟很多人爭論 愛色,愛石 愛色就不同,愛色就讀愛石 我石你一口,就等於愛色的色你一口 沒有人讀色的,是石的 處心旁做過色,這個就是石字 但是很多人,很多個朋友、專家 都說我,為什麼要這麼固執 這個就是石,即是愛色的色,連色的色 沒錯 我就知道這個字是轉音,轉了作石 對,阿次官有見識 沒錯,因為寫金銀銅鐵石,實在不通 不通 如果寫這個色,就算不是廣東人都會看得明白 嗯,就是愛色 這個字,在哪裡有出現呢? 在水壺轉 水壺轉裡面有一個叫鹽婆色 鹽婆色,就是宋江那個女人 嗯 其實呢 婆婆,就是她那個媽媽 她那個養大那個養母 鹽婆姓鹽呢 姓鹽柳王的鹽 其實那個名字呢 就是這個女孩子 姓鹽婆婆婆很愛惜她 很愛惜她 鹽婆色,或者鹽婆色也可以 鹽婆色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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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愛惜的石字 這個對 對不對 我一直都不敢說這個字 我認識就好 我跟朋友說 很多朋友都說 你不要這麼固執了 人家每個人都寫了金字邊那個 那你就金字邊咯 那我就比較固執了 不通 不通 還有一個字呢 就是這個縱有縱字 那我就覺得這個字錯 這個白叔縱的縱字呢 那個意思不跟我們說的縱有 是上有的意思 是橫有的意思 是橫有的意思 我呢 我知道我查字 都查到這個字 是這個字 這個是有人這樣說的 就是三個音 好像有古詩十九首說 行行縱行行 就是縱要行多次 沒錯 但這個字是重重縱三個音 漢字其中一個特性就是一字多音 是 是 廣東話經常說這個 還有 還有 很古詭的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這個字 可能是有些百穴的底層語 就是 真的有音無字 有一種語言學家 有一種語言學家這樣認為 因為 可能是 有些人認為是行行 從行行 而不是縱行行的讀法 有幾派的說法 有些人認為是行行 要行行 有兩派的說法 不同的解釋 沒錯 有幾派的說法 我們再深入研究 另外 接下來的黎 其實是來字 沒錯 來字其實有兩個音 是不需要另外再創造一個字 來表達黎音 沒錯 就是來 接下來的來 沒錯 漢字本來就是一字多音 這是很常見的現象 一音之轉 轉到來 沒錯 而且一個字可以讀幾個音 可以同時讀幾個音 沒錯 沒錯 另外 剛才說的花靚仔的靚 這個跟靚不同 這個靚就是靚 靚就是靚 靚就是靚 靚就是美麗 花靚仔 靚仔不是一定靚的 哈哈哈哈 現在的香港人寫法就是 靚加口字邊 正確的寫法就是 左手邊 身體的身 然後 右手邊就是小 就是細小的小 噢 靚就是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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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就是靚就是靚 靚就是靚就是靚 鄭兵應該唱 零流腰好似蘇菲亞羅蘭 游刺野火捕裂吉旦 佛見島都會起大潭 花嶺濟上到深蘭 連坑中坑都沒有閑 Nomania一蓋斬藍 這個也是有中西合璧的 挺有趣的 零流腰好似蘇菲亞羅蘭 當年50年代 這個意大利女星 紅頭半堅天 我看監製 永遠都沒有聽過 零流腰 她現在還在 嫁了私嫂 嫁了意大利的製片人 私嫂未得 當時加利格蘭很想追求她 很多人都想追求她 三十八寸空 但腰只有二十二三寸 漂亮得真 紐妖 蘇菲亞羅蘭 蘇菲亞羅蘭 怎樣可以表達一種心意 在長亭周圍一邊河 折樓 折樓 交給宋別的人 紀念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巧克力菜 很雅致 很雅致 但樓為何會有這麼性感 有一點風吹 遙風擺樓 她又叫遙風擺樓 用來象徵 那個女士走上來 那個腰 所以叫做樓腰 兩邊擺 零流腰 兩邊擺 那這種呢 又是叫做蛇腰 那這種蛇腰呢 小弟呢 看電影啊 看電視啊 真人呢 只是見過兩次而已 我今年都成七十歲了 都見過兩次 真人看電影 第一個電影見到呢 這個大明星啊 當年看到我眼睛都平衡 VVN Lee 沒錯 三個 還有一個VVN Lee VN Lee有一個鏡頭 在這個 Gone with the V 裡面 背鏡 走上來 左搖右搖左搖右搖 這個是蛇腰 那時候是20吋腰 最厲害 另一個呢 就是梅姨 不是梅姨 梅姨 我知道 張英曾經娶過她 是的 她是杜葛威的姑姐 姓杜的 她不是杜葛威姨 她是太史公 江 南海十三郎的姑姐 是的 她是姓江的 她是一個扭腰 是一個蛇腰 哇 真是美艷 但這個在電影見到 是 在電影說 這個香港輪合之後 吳楚凡作為智士 就逃去西貢 有一個接應她 就是這個女士 梅姨 接應她 梅姨那個非常之厭 那時候用了厭就是妙寫 是 是 美艷極 又豐騷之極 是的 這樣又是這樣流腰 另外一個就是我朋友的女兒 二十多歲 我一次送我朋友回去 女兒出來開門 然後就穿著 走過一條長廊 穿著一件睡衣 嘩 又是這樣流腰 嘩 我是不得了 厲害 我人生見過兩三次 就是流腰搖擺 那種吸引性 沒錯 女王也未必有流腰 好嗎?叫她走過看看 下次叫她走給我看看 她是流腰 又似野火捕裂吉彈 捕裂吉彈又厲害 詹拿羅裂捕裂吉彈 他是查理卓別寧的前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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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我有個老朋友 亡年之交 這個叫做三叔 是 三叔改了這個人的 即是高雄 高雄 他的花名叫做 珍拿羅裂煲裂雞蛋 煲裂雞蛋 煲裂雞蛋 這個是當時 有沒有意大利人 Polette Godard 嘩 又是美艷動人 嘩 真是 上有上下有下 他這首歌就是形容他如何美艷法 佛見島都會起大潭 起潭又是廣東話 現在形容暗中型 就說一個人又起了色深 對 起潭就逐少少 對 逐少少 花嬰仔上到深爛 就是這個花嬰仔 對偶 佛對花嬰仔 起潭對上深爛 這個花嬰仔就是新少的嬰仔 沒錯 新少的嬰仔 那些美女很現實的 no money 一概砍嬰 砍嬰 砍嬰 砍嬰就是香港人魚 因為當年很多外國商船 來到香港 泊在一個海港的浮 那些浮標 那些浮標 那條大船 最重要是扯著它 讓它飄流 但是斬嬰 有些人拔了一條嬰 有些人斬了那條嬰 讓它沒有了衣磅 就叫斬嬰 所以我們又叫斬嬰 不是叫斬嬰 這些跟航海市都有關係 對,航海市有關係 Dr. Cantonese 譬如將它譯成英文 這首歌 如何成為花靈 花靈 這個叫做Green Fellows Green Fellows 或者Young Fellows 這首歌是一部份 譬如說 Swing my waist just like Sophia Loren And like sexy bullet Goddard It would make even Buddha hot Green Fellows jerk today die Yang man, old man I don't mind No money, no one welcome No one no welcome 這首歌真是挺昂貴的 Thank you 挺有趣 Green這個詞 又是要講講 因為逢是一些水果植物 它未成熟之前 大部分都是綠色的 好像年青的青就是Green 年青的青就是Green 我記得讀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沒有這支歌 它是比較保守的一間英國貴族大學 當年他們的學生 考試的時候 要穿一件Green Ground Green的Ground Ground是一件袍 畢業後就穿黑袍 還有一個帶子 我見過 畢業後就穿綠袍 綠代表Green 代表新人 穿了一件袍 要進入市場考試 或是大的典禮 或者在一些夜叭的high table 即是高卓 高卓的宴會裏面都會有人穿 好像港大有特別多儀式 多儀式 它是英國很傳統的保守的大學 中大反而沒有 中大也有high table 你那時候也沒有 我們那時候沒有 都沒有 現在有 有邪惡外演講 現在有 我小時候沒有 哪有high table 好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小字 即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語語流行 都已經中西合璧 很有香港特色 香港文化 其實就是 領南文化 加上英國文化的混合物 一方面是保存領南文化 中原文化的優點 另外一方面 也融合了西方的優點 所以香港文化 這麼珍貴 應該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了 是的 真的 但是這樣 你要知道 凡是 雜交文化 不要聽說雜交 混合一些 中西文化的地方 這些文化的 滋生和發展 是會好的 比如 中東 中東的地方 就是一個 中西文化的匯合的地方 所以引測術、算術、例如Algebra Algebra是阿拉伯文轉過來的 之類、數學、宗教 都在這些地方引發出來 這些阿拉伯數字 全世界都在用它 是的 其實阿拉伯數字 很多人說 不是阿拉伯文 是印度 是印度傳過去的地方 但是印度也是一個 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 是的 是不是 有些人說 印度人分的那些種姓 就是因為 阿里安 他們原本是印歐語系 有些歐洲白人 幾千年前 可能是N年算 幾十萬年前 去了印度那裡 南亞的半島 殖民 替代了阿里安的生活習慣 以及他的宗教 以及他的信仰和哲學 一路是南兒 所以印度人其實不是亞洲人 他們早知是高家索人 所以現在的語言學有所謂印歐語系 印度歐語系 印度和歐洲語系統 印度和歐洲語系統有共同的起源 沒錯 印度貴族皮膚白很多 印度那些所謂的賤民 膚色黑很多 他四種的總成 以祭司的總成為最高 但不是很多人 薩蒂利比較多 他是皇族 武士 然後是經商的 再來是工人 階級 揮陀 但有一種叫做 Davidian Davidian 是原裝 在印度 印度半島 的原居民 但被這些阿里安族 趕 從北面那邊趕 趕到 跌下海 去了石蘭 即是現在的私限卡 還有部分保留 但這一種人 在印度那時候 是入於四種族都不入 是最低賤的一個民族 Davidian 他們是怎樣 他們只能夠在 做一些厭惡性的工作 即是 賭士 收屍體 很悲慘 還有一個很慘 就是 他沒有了向上流的一種方式 即是 他不能夠參加考試 不能夠參加經商 他們的子孫不能夠 跟其他種性的任何階級結婚 甚至乎有說到 如果他們 踩到其他種性的影子 他都是冒犯的 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但現在還有人在走 佛陀本身主張一視同仁 廢除這些種族歧視 是 他是沙特裸族的王子 他是總性的人 但是他是把整個 引導的總性顛覆起來 認為人生平淡 而且將這個 所謂投胎 即轉世的觀念 都改變出來 在最早的阿里安人的想法 哲學裏面 大凡天 Ingas 當時只有我最大的神 是主宰著 派遣你 投胎做甚麼 六度輪迴 如果那時只有四度 沒有 沒有那麼多 但是 佛祖認為不是 不應該 由梵天來決定 其實是由自己決定 自己的功德 自己的做業 創業 業職業 由決定你是 將會投到甚麼胎 沒錯 佛祖其實是革命家 是革命家 很大膽把這個傳統扭轉過來 變成新的宗教 真是厲害 2013至14年 印度拍了一部電視劇 長達五十多集 講佛祖 英文叫Sita Sita 那部電視劇 那部電視劇 我看過 做得非常好 五十多集 那部電視劇 男主角叫Himansu Sonny 真的很帥 他演佛陀有說服力 你真的相信他是佛陀 是嗎 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尋 是嗎 是 叫做甚麼 好像有人做了一些中文字幕 搜尋佛陀 中文 2013至14 好 回去嘗嘗 做得很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都會覺得佛陀 好像是良師益友 很親切 嗯 好 我看看佛陀的一生 另外 香港語語流行曲 除了受西洋影響 亦都受東洋影響 哦 比日本影響 對 好像許冠田一首日本娃媽 哦 日本娃媽 另外 再早期一些 就是1970年 那時候 有一套電影叫做 一代郡王 一代郡王 有誰 有 第那 譚炳文 沈殿霞主演的 是的 1970 他裏面有首歌 插曲 羅寶生甜甜的詞 是美空雲長元唱的 那個蘋果花 哦 那個花都有國語版 是 原本是日文 嗯 這個 例如他說 裏面有個詞叫做 將軍兜督 兜督張軍 谭炳麦又唱《将军兜督》 谭炳麦又唱《将军兜督》 靓女一索身会避重 混浪觉得心欲欲 规则定下行为是要受约束 将军兜督的意思是将棋的术语 这个预辞证都会收 通常说兜督将军 兜兜督将军兜到对方的大后方去移动将军 将军没有棋 兜督将军是 即是釜底抽身的意思 对,《将军兜》有很多说法 我在沙田文化博物馆 剪出了几个旗盘 有《将军》的旗盘最古老 最早的旗盘在中国来说就是围棋 围棋时的线没有那么多 十七线,现在十九线 它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很多 但是《将军》 很多专家都认为 并不是中国发明的 是印度传的 又是印度 印度传的有几个根据 第一,中国很少像 有,南方有 但是印度通街都像 通街都像,印度亚洲像 所以以像为武器 印度是先进的 也有道理 当年,你还记不记得 阿历山大大帝一路徽兵 直取波斯 即现在伊朗 准备进入印度 奈何印度的土王 抵挡着 与世无敌的阿历山大大帝 那时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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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大仗和阿历山大帝一路徽兵 他用的兵马是兵和马 就是战阵 是受不了大仗 你听过历史吗 听过 好像佛陀本身做太子的时候 都曾经调动大仗去打仗 是的 没有一致 印度是帐国 现在呢 泰国是帐国 但是当年应该是印度的了 他利用了这个大仗 作为一种 战争的武器 或者战争的动物 中国呢 一路都是学这个 一个战争的骑士 他一定要靠马 宋朝之杂 宋朝之药 一个造文兴武之余 他失去伊云十六洲之后 在边境 是没有了木马 没有了木马 但是在宋朝的兵马里面 或者在运输里面 用了很多骼仔 是 你现在看这个清明上学图 你会发现 清明上学图 骼是极多的 背着东西就混入成 但是没有什么骼 原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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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北方的湖人打仗 你不够马 人家的马兵 就很吃虧 你步骑很吃虧 不是没有马 你不够 不够人家多 武力因而削弱了他的声誓 马又不够 所以捉动物棋 有点对的 原来有这样的起源 有起源 对的 杖棋 就是印度传入 在唐朝已经有了 所以 Dr. Cantonese 又会教一些 简单的汉字 好像水字 应该怎样写 一笔墨 还有水字 原本的算书 怎样写法 算书的写法 真的好像有三条河流 这样流下来的 是,你寫给大家看看 是 是 好像有三条河流流下来的 噢,水 这些是 算书 或者甲骨文的写法 那些算书 我又补充一点点知识 因为呢 算书呢 我们学雕刻的时候 要计算书 又叫算刻 又叫金石鶴 为什么呢 因为必要学算书 算书呢 是我们中国造字的原始 是 次官对于算书也有研究 不是,我认识一点 是半土水也不够 半种水也不够 那你拿法刀呢 你一定要计算书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用那个挑黑呢 多数是挑算书 算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 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字母 但是有部首 是 中国部首四百多个 都是出于算书的部首 就是你要计算那些部首 然后你才可以知道字母 那部首就是陆书 陆书 陆书有关系 那么 现在呢 和一些小朋友讲起 中学呢 他都不懂查字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懂查字典 因为他不知道部首 没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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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必要学的 必要学的 查字典 因为他怎么查字典 他不懂的 那时候呢 就是教部首 很简单 有个老友跟我说 有什么用啊 我说很简单 你告诉我 一二三四五个五字 中文 是哪个部首呢 现在回去问问人 答不出我 我给他十匹 一二三四五个五字是什么部首 真是敲起的 真是敲起的 这个是什么部首呢 没错 就是二字部首 一二二字 上面的打环的画是代表天 下面的打环的画是代表地 然后中间是交叉 孙书的写法就是中间交叉 就是说天和地交叉交匯 而衍生出万物五行 所以曾博士是真是厉害的 不是这么多人认识的 二字部首就是五字部首就是二 就是天地的问题 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不捨得曾博士 多谢曾博士 只做我们这么多了 有机会我们再请你来这个节目 再讲讲你的大作和你的研究 大家一定会想研究 作为港府人、广东人 认识多一点这些 是真的见识多很多的 是的 文化就是社群的根基 所以粤语文化就是香港文化的根底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育 对于香港的发展非常重要 甚至包括经济方面 所谓软文化 电影、电视、音乐 其实都要靠粤语文化 香港很多年来的成功 文化方面的成功 或者影艺事的成功 都是靠广东话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忽视 我们要保育广东话 尽量希望中小学 用回粤教宗 好的 拜拜 拜拜 大家保重 拜拜